第一届世界佛教杰出比丘尼贡献表扬奖 表扬正言法师在内共50名获奖人 对祥和社会所做的努力 而这场颁奖典礼也吸引了15国来宾 共有15000多人参与 乐队进场为隆重典礼揭开序幕 创会20年的中华佛教比丘尼协境会 颁发第一届世界佛教杰出比丘尼贡献表扬奖 凸显在全球各地默默付出的比丘尼 为社会所做的努力 偏顾在世界各地 秉着佛头精神 正在为佛教为众生而努力的比丘尼们 我们也应该给予这些比丘尼们 一个周时性的鼓励 在中正运动场举办的颁奖典礼 涌入15000多人观礼 共有来自全球15国50人获奖 慈激基金会创办人 正言上人也获奖 由德壤法师戴维领奖 50年前 正言深受三宝鸿恩 开始慈善继瓶之志业 希望用有形的志业 发掘人人内心爱的侵权 1963年归依上映下顺导师 程诗训为佛教为众生 慈激之功在正言上人带领下足迹遍及全球 正如其他海面外获奖的杰出比丘尼 都为了进化人心无私奉献者 大爱新闻 陈一珍陈立委高雄报道